灯火阑珊的街上,人来人往,似时上缘灯结,两旁的店铺里都张灯结彩,挂出各色灯笼。 路易站在街心,环顾四周,直直在人群看见一个小小的女娃。 她站在那里,朝她甜甜地笑,然后转身朝前走去。 她身不由己地跟着她往前走,看着她一蹦一跳,轻盈如燕。 小女娃走到一个大户人家的门前,手脚并用地爬上门前的石狮子,起劲地用手拨弄着石狮子,嘴里叼的石珠。 她缓缓地抬头,却看着府上的牌匾,赫然一个下字,撞入眼中。 路易骤然睁开双目,喘息着自梦中醒来。 你醒了。 蓝道行凑过来眯眼看她,自言自语地嘀咕。 怎么看着有点傻,脑袋没炸出毛病来吧? 我是谁,认得吗? 后一句是问路易的。 路易没搭理她,勉强要撑起身子。 蓝道行忙帮她坐起来。 勾不中了蛋,好在没伤筋动骨。 趁你晕的时候,我已经帮你把蛋片都取出来了。 蓝道行轻松道,没了,没忘记接着问。 哎,你还认得我吗? 路易仰旧没搭理,只问。 曾搞战况如何? 曾搞? 蓝道行微微一笑。 大劫了。 路易顿松了口气,接着问。 毛还疯闹。 他于部分屋口突围讨向科美岭,在岑岗之上果然有条密道通往外面。 于将军已经派兵追击,不足为患。 蓝道行说,倒是你,把于将军和王副将吓得不轻,开始怎么也找不着你。 后来估摸着,你被埋在军火库的石头堆里。 于将军带着人去跑石头堆。 正在说话间,于大游大步进屋,看见路易一醒,顿时长长地松了口气。 哎呦,你总算是醒了,这一天一夜的,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呃,对了,脑子没问题吧? 我很好,哥哥不必担心。 路易说。 听他说话清晰,于大游这才放心道。 那就好,哎,此番总算是有惊无险。 这回为了炸军火库,你差点饶生一条命。 这份恩情,哥哥我铭记在心。 哥哥若拿我当兄弟,就莫再说这点话。 路易说。 此番都灰,银丝勉甲,否则我即便避到石门之后,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当时状况急迫,路易观察军火库内,火药弹药一箱一箱地撅堆放在左侧,而大冲和火冲等机械堆放在右侧。 所以,他用大冲炸向左侧的盛堆火药箱,人则避在右侧石门之后,石门厚达五六寸,正是最好的屏障。 加上身上的银丝勉甲,阻挡了飞溅的蛋片碎石,故而他被声浪先晕过去,但并未受重伤。 王重古匆匆地进屋,看见路易一醒,面上也尽是欢喜。 路大人,您醒了。 路易笑着点头说。 有劳挂心了。 将军这一日都没怎么用过吃食。 现下路大人醒了,你也该放心了,好好吃些东西才是。 王重古朝于大友说。 对了,还有岑岗一站的捷报,将军应该快些把折子写了,让人快马送往京城是正经。 多拖一刻,又不知要生出什么事。 于大友先知,王重古说得有道理。 捷报需速速送往京城才是。 有证没道。 只是跑了毛海峰,只怕圣上也没圣好话。 王重古叹了口气,好歹是光下来了。 毛海峰虽然逃走,也只是一家丧家之犬,不足为患。 路易接过蓝道行递过来的水,咽了几口想的一事,虽说。 哥哥,岑岗大姐的寝宫折子,莫要提我才是。 一大友不解,那怎么能行? 此番若非兄弟你带人潜入岑岗,又冒死炸死了军火库,我又岂能拿下岑岗? 此战,你当居守宫才是。 哥哥此言诧异。 此战得胜,一则是毛海峰气数一尽,二则是哥哥谋勇双全,我何宫之有。 路易笑着说,兄弟,你…… 哥哥,你听我一句。 此时我有我的道理,此时却不便细说。 也许来日待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有机会再向哥哥细说原委。 路易说,于大友之仅依为身份微妙,既然他如此说,虽不再坚持。 那我就听兄弟一次。 王重古本要出门去,虎想起一事,朝于大友说。 对了,将军,此前传来军报,说原先往台州汇集的窝口,不知怎的掉头往星河城方向急行去了,杀了七将军一个措手不及,也不知七将军回房是否还赶得及。 星河城? 路易身子猛地往前一探,揪住王重古的衣袍,急问道, 你方才说,窝口往星河城都方向去了。 王重古不解他为何如此焦急,点头说, 是,送来的军报是如此说的。 到底怎么回事? 于大友问。 本来窝口一直朝宁海聚集,看事都是预备攻占台州,七将军数日前就已经调动大军前往宁海。 星河城里只剩老弱妇如,等于是一座空城,没想到窝口会改道扑向星河城。 王重古摇头道,这些窝口,推得狡猾了。 在说话时,路易已经挣扎下地,因身体上虚弱,险些摔倒,难道和联盟上前辅住? 兄弟,你这是怎么了? 于大友诧异。 哥哥,请为我背一匹快马,我要马上赶往星河城。 路易顺手扯过一旁外袍披上,因牵扯到左臂的伤口而皱了皱眉头。 于大友本能地拒绝。 不行,你这个样子哪里还能骑马,上去就得栽下来。 是不是你有要紧的人在星河城,我派人替你去。 路易连连摇头,不行,我不放心,我一定得自己去。 说话间,他已经站了起来,虽然身子有点晃,但语气却是无比坚持。 路大人,星河城中有甚多七家郡的军中家属,七家郡那怕是不吃不睡,也会赶着回房的。 不会让窝口攻下星河城。 王冲谷也帮着劝。 再说,你一人回去,也抵不了什么用处啊。 先知王冲谷说得都对,但路易仍是放心不下,摇头道。 不管怎么样,我都得去星河城,待在这儿,我始终无法安心。 你…… 余大游看他神情,呼得恍然大悟。 是不是星河城里有个人,和那块石头有关? 路易勉强笑了笑,没言语,算是默认了。 海爷兄弟啊,你可真是…… 余大游想半日,也没想出个好词来形容他,只能探到,哥哥我算是服了你了。 蓝道行说,我随你一块儿去,我算是半个大夫,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当真要去。 余大游还是觉得不妥,要不再等一等,说不定有消息来了。 路易摇头,朝余大游拱手道。 老仿哥哥,借我两匹快马。 你这伤还没好,步子都踏不稳,怎么去星河城啊? 唉,余大游拗不过他,只得吩咐人去背马, 又朝蓝道行说。 我看他能不能上马背都选,你可得看好了。 蓝道行笑着说,将军放心,他若坐不稳,我就要把他捆上头,且不方便。 余大游对此颇为赞许。 一切准备妥当,连同路上吃的干粮也放到马鞍袋里, 以便他们在路上也有个脚头。 路易翻身上马,用未受伤的手臂侧僵, 朝余大游和蝗虫骨拱手作别。 随后寄予蓝道行决堤而去。 夜色沉沉,两人两棋飞驰在关道上, 卷起些许的烟尘。 余大游立在岑岗之上, 望着消失在夜幕中的身影, 轻叹了口气。 惊吓静静地立在城墙之上, 有人自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把他焊了一跳, 转头看见是盖数。 说,您怎么来了? 他刚说完这句话, 就警惕地瞅着他。 我姨叫你来的, 抓我回去。 盖数戳得脑门鼻一道。 小人之心。 那您。 此时金小峰看见盖数身后的沈夫人。 姨姨, 您怎么出来了? 这儿不安全, 你还是赶紧跟我说回去吧。 沈夫人会微微一笑。 你们小辈都在这儿, 那么成我还比不得你们了?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觉得, 这打打杀杀都是粗活儿。 姨, 您看, 您这么大方得体, 端庄贤熟, 这些粗活儿我们来干就成了。 今下好言相劝, 生怕待会儿打起来刀枪无言, 沈夫人有个闪失就不好了。 不理会他, 沈夫人自顾从怀中掏出一个纸包, 取一桶水过来, 把这药粉化开了, 凡是要射出去的箭头枪头, 都在水里榨一榨。 这不是什么见血封喉的毒药, 但只要见了血, 就能让人全身发麻使不上劲儿。 见下大喜, 赶忙小心翼翼地接过纸包。 沈夫人交代过后, 朝城楼之上的七夫人望了望, 叹了口气, 便和盖叔下了城墙, 却并未走远。 只在镜旁寻了僻静处后者, 盖叔知晓他担心, 城破之时惊吓的安危, 故而也不相劝, 只思量着如何保得了他们俩的周全。 丑是三可, 星河城前出现了隐隐绰绰的火把, 还有鼓声, 咚, 咚咚, 咚, 咚, 咚咚, 咚。 四季一般的黑夜里, 这节奏丝毫不乱的鼓声分外刺耳, 每一下都像是直接敲打在城墙之人众人的心头上。 他们来了, 今下楼锦弓箭, 死死地盯住鼓声的来源, 身后有黑影一旷, 他随机回头, 看见岑瘦做刀刃状, 正挤在半空。 你做什么? 他狐疑地盯着他的手。 岑瘦闪闪地把手放下, 在眼前比划两下, 没什么, 让窝口看看我们将他们手刃刀下的决心。 小便, 今下痴之以鼻, 想偷偷打晕我, 把我拖回去是不是? 谢家哥哥都跟我说了。 这个叛徒! 岑瘦咬牙切齿, 尖下朝城墙上的火气弄弄嘴。 你怕什么? 瞧这个阵仗, 窝口轻易攻不进来。 城墙之上有大冲火冲, 火筒透假枪, 镖枪等等各色各样的火气冰刃, 乍一看确实挺害人的。 岑瘦朝地上的火药香弄弄嘴, 你看过火药吗? 冲销连一弹都不到, 签子不到二十斤, 黄不到五斤, 还有这门大冲, 搜遍整个军械库, 也才找到一枚子冲, 也就是说, 害一周遭还有人, 会免动摇军心, 后面的话他没接着说下去。 也就是说, 这门大冲看着挺唬人的, 其实只能发射一次, 然后就得当摆射了。 金蝎咬牙握拳, 狠狠地说, 不指望轰死他们, 吓死他们就行了。 岑瘦扶了扶额头, 哥哥, 你过来, 你能看见敲鼓的人吗? 金蝎把岑瘦摘到城墙边问, 把他撂了, 觅觅他们的威风。 岑瘦眯了眯眼, 看到这看得见啊, 可惜在火冲的射程之外。 那就尽些再打。 金蝎对那鼓声着实恼得很。 不急, 听七夫人的号令再动手。 岑瘦好歹跟着陆毅读过兵书, 侃侃而谈。 两军交战, 最忌讳撑不住气, 况且我们火药有限, 一定要用在刀刃上, 一举灭掉他们的锐气。 金蝎徐须点头, 静仰地望着他, 然后问, 都是陆大人教你的吧? 三兽一仰头, 我就不能天字聪明一回。 啊, 行行行。 静小黑黑直笑, 鼓声越来越近, 黑压压地窝口聚集在城下, 在距离城墙不到二十丈的地方停住, 和城墙上的明军对峙。 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鼓声仍在稳稳地敲打着, 似轻蔑又似威胁。 七夫人秀眉锦州, 从旁边一身绒装的侍女手中, 取过弓箭。 网弓搭箭, 只听嗖的一声, 箭脱险而去, 在众目睽睽之下滑过夜空, 正中击鼓者的左胸。 白雨轻缠, 鼓声乍停, 乌口中顿时响起了一阵哗然。 此前只知晓, 七夫人懂些拳脚功夫, 未料到, 她的箭法竟然如此精湛, 于夜色之中轻易取敌性命。 今下对七夫人的钦佩之情, 又大大加深了一层。 见同伴毕命, 窝口们拿着手中武器大声呼和。 等待首领下令, 呼和声喧嚣沉上, 气焰甚是嚣张跋扈。 谢霄向来是疏人不疏战的, 见窝口这帮狂妄, 当即运起内力, 纵身长啸。 残兽剑装, 立即以笑声应恒。 这笑声感染力极巧, 众人为之, 胆气皆为一震。 毁功夫长啸出声, 不会功夫的, 也晾开嗓门大吼。 便是今下也跟着嗷嗷直叫, 着实痛快至极。 仅听声音, 便知城墙上有不少人。 这倒是窝口首领事先未曾料到的。 心中思量片刻, 姬将军以带兵守住宁海不会有错, 称上多半是徐章声之不足为惧, 遂下令工程。 由于窝口长途奔袭而来, 加上对星赫城的低估, 他们并未装备精良的工程器械, 连云梯都没有。 只是在城外砍了一株大树, 左工程锤之勇。 当下数十名窝口 抗着工程锤冲向城门, 另有火冲手向城上射击, 掩护工程。 齐夫人一声令下, 城墙之上的亲兵对着城下发射火冲, 透明枪和弓箭距离近且 又是居高临下, 将工程的窝口射死射伤无数, 不会用火器兵刃的百姓, 在城墙之上摇旗呐喊, 壮大军威。 窝口首领卓是未料的, 城中居然还有这么多火器储备, 只见城墙之上火光耀燃, 满满皆是人影, 气势如虹, 沙声震天, 卓是有些害人。 冲在浅头工程的窝口, 已倒了一半。 窝口首领手一摇, 后头窝口接着往前进攻, 见窝口未被吓退, 齐夫人牙根一咬, 命人将大冲推至城墙边。 今下射完箭筒里的最后一支箭, 听见推大冲的嘎嘎声, 心中一领, 夫人, 谢谢救药, 咱, 咱们可只有一个子筒, 用完就没了。 齐夫人面容坚毅, 这次工程必须打退, 只有如此才能震慑住他们。 今下知晓她说得对, 但刚开始就用掉最后一支子冲, 终是觉得心里没点, 忐忑不安地到一旁寻见之。 亲屏之中没有冲手, 习夫人亲自装扮, 亲自摇动轮轴, 将冲身瞄准。 哄, 冲身的后座里汗的, 整座城墙都在震动。 此冲自冲中飞射而出, 静止射入二十帐外的窝口之中, 庞然炸开, 触者皆死, 转身倒下十余人, 连窝口首领都从马上被震落。 万万料想不到, 星河城中还有这等重型火器。 窝口首领位置一惊, 来不及多想, 即可下令扯兵。 工程窝口丢下工程锤, 被弓箭火冲撵着逃回。 窝口全军撤到大冲射程之外。 咱们赢了? 金血有点不敢置信, 岑寿手上满是装填火药时沾的消粉。 稍稍地松了口气, 看一下剩下的火药。 好在他们撤军了, 再打下去, 火药就用光了。 城墙之上的众人皆松了口气, 但见窝口就在视野之内驻军, 显然并非放弃, 心中仍是忐忑不安。 岂夫人巡视城墙, 命众人不可松懈, 仍要做出城中驻军甚多的假象来迷惑敌军。 而后他速速来找金下等人。 守清薄荷, 你要多少人? 二十个。 亲兵不能去, 得留在城墙上。 用不着亲兵, 只要穿军袍能扛刀枪的就行。 金下说, 谢笑在旁莫名其妙。 你要二十个人做什么? 金下晃晃脑袋, 还是工程机呀。 齐夫人点了二十人, 全部换上军袍军盔, 握上擦得雪亮的长枪, 看上去很像回事。 金下朝他们一拱手, 仲家哥哥, 有劳了, 待会儿头痒得高些, 步子齐整些, 至少也得做足七成的功夫。 歇笑马腹疑惑, 看向杨岳, 杨岳一时一身军袍, 整装待发的模样。 外头火冲砰砰的射击声, 还有攻城锤的撞击声, 早就让避在淳于府中的上官熙等人坐立不安, 低叫也待不住, 只在院中听动静。 再后来听到大冲的轰炸声, 上官熙再也坐不住, 瘸着腿便朝外头去。 姑娘, 你不能出去啊。 徐伯在后头喊, 阿锐定定地原地站着, 不吭声也不上前。 不吭声也不上前。 不吭声也不上前。